成都漆漆是大陆四大漆漆之一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还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加上四川盛产生漆还有猪丹 这是制作漆漆的主要原料 所以自古以来 成都就是大陆漆漆的主要产地之一 但是因为它的做工非常繁复 无法大量生产 回力速度太慢 所以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再从事这份苦差事 而这也是漆漆大师尹丽萍此刻 心中最大的隐忧 这个学生已经跟我学了 将近七年了吧 向尹丽萍学艺七年的张同学 不仅习得一身本领 连刚入行时也跟老师一样 对漆严重过敏 我才来的时候就是全身都脸都肿了 搭公交车都不敢去搭 我说师哥带一带师妹过来 连着师妹的街上 别人都不愿意 都看了他都要躲得圆圆的 当时吓得了 我觉得全 我就给云老师打电话 我说我怎么了 我全都看不到了 严重的过敏性皮肤炎 看医生吃药打针 就算身体各处红肿难耐 牙咬咬 忍一忍也就过了 不过从事七一工作收入不稳定 每个月入不敷出 才是真正令人沮丧的问题 有时觉得 你还要倒贴那么多钱啊什么的 有时就想过 那时候心里就特别喜欢他 不想放弃他 不轻言放弃 学生对七一的喜爱与付出 尹丽萍全看在眼里 我们成都七一的话 要来学的人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那么多的设计公司 那么多的广告公司 他们都是学艺术的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那样的工作 但是他们来学器 首先他们对传统工艺美术 还是有感情的 他们有这种思想准备 做传统工艺要吃苦 学生吃苦内劳还不够 想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还得经过延师这一关 在工作上我觉得很严格 因为他们都是来做传承人 来学器艺的 语气中透露着对学生的阴音期盼 因为起源于商周时期的成都七七 纵使挺过世代更迭 荣景却已不复当年 目前的话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的这个一般的人老百姓 特别是年轻人对传统工艺 特别成都七一不是很了解 这一点非常令人着急 如果这个如果我们的年轻人 对我们的传统工艺不了解 不热爱的话 那么就要断代了 就要失传了 成都七一 恐要失传不是违言耸听 截至2015年4月份为止 得到大陆国家籍认证的七一大师 仅仅三位而已 其中包含尹丽萍 尹老师 他积极培育七一传承人 确保拥有三千年历史的成都七七 能够透过新一代七一大师的手 继续绽放动人光彩 事情之所以有了一些转机 主要还是因为后来这个七七 正式列入了飞移项目 有了国家的重视之后呢 不少年轻人一辈的意愿提高了 学生们都说呢 您不只是老师 更像一位慈母 有严厉的教导 也有温柔的呵护 您怎么带学生 您觉得自己是严实多一点呢 还是慈母多一点 这些孩子他们都是八十年代出生的 我的孩子也是八十年代出生的 自己的孩子呢不在身边 都在国外 很早也就出去读书了 我经常想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就是他们 我们常读七一的话 要来学的人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那么多的设计公司 那么多的广告公司 他们都是学艺术的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那样的工作 但是他们来学七一 首先他们对传统工艺美术 还是有感情的 他们有这种思想准备 做传统工艺要吃苦 但是呢在工作上 我觉得很严格 因为他们都是来做传承人 来学七一的 如果说他们在工作上面 我不懂可以问 不会可以教 可以走 但是如果他们不认真 或者说是这个东西 你反复强调了 他没有在意 我就要批评他们 其实这种批评 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成长 他们呢也还是比较理解 谢谢 Australianem 你还跟 Paula